办一场假白事,停尸一天,然后烧掉它 眼前的法师为了救治被恶灵附身的村民 竟想用介石还魂的方法 趁机让恶灵附身到牧人身上 并以此代替活人受罪 结果却不料棺木中的牧人 竟在深夜发生了失变 并且还离奇地长出了血肉 而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 这天一个瞎眼老道 前来镇上想要除魔 可他刚进门 就发现面前的村民眼珠泛白 指甲更是长出了十几米长 显然他已经发生了失变 瞎眼老道健壮 赶忙手持莲花灯 念起了咒语 只要你在评论区 爱他一个冤种朋友 今年就能时来运转事事顺 随后村民的面部开始扭曲变形 接着疏到妖气从体内流出 坚持情形 瞎眼老道继续施展法术 但途中一个人面重生的怪物 却突然从村民的口里钻出 并且其强大的妖气 瞬间便把老道打退 危机时刻 幸好都被马家及时前来助阵 随后马哥双瞳俱变 原来他竟是请来了蛇仙上身 紧接着马哥顺势 抬手一回 便召唤出了一条百米巨蟒 直接就将刚才那句人面重生的怪物 驾回到了宿主的体内 事后为了彻底的消灭眼前的妖魔 马哥用命涂地 拿来一个木头人 然后利用红绳 将牧人与宿主连接 接着取下宿主手指的血 点在了牧人的眉心之上 原来马哥是想用介石还阳的法术 将妖魔转移到牧人体内 但即便如此 村民也没有完全得救 因为妖魔在他体内长时间停留 所以他体内的魂魄已经受损 然而要想找回村民丢失的魂魄 就必须再办一场假的白事 以此骗过阴间的黑白无常 这样才能让魂魄回归本体 就这样几天后 白事照常举行 并且为了防止 黄鼠狼和邪道职人偷尸 马哥还特意派土地日夜看守 之后徒弟还声称 黄鼠狼在偷尸之前 还会故意在门口撒上钱币 看到守事人起身捡钱时 黄鼠狼就会一口咬断他的脖子 可徒弟话音刚落 一枚铜钱竟果真掉在了地面 原来是镇上的副哨 带人前来偷尸 因为自从副哨逃过一劫后 虽然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从此就开始没运缠身 所以他无意间得知 可以施展邪术 利用刚刚去世的死者 和自己改天换命 但就在副哨下晕徒弟二人后 却发现棺木里竟是一具木头人 而这也让两人不知所措 但如今事已至此 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可木人体内本就妖气深重 并且恰好是月圆之石 所以当副哨挪动木人时 木人果真发生了死变 接着只见他的脸上 慢慢长出了血肉 其表情更是猙獰恐怖 随后又死死地 抓住了副哨的手 危机时刻 幸好马哥文生及时赶了过来 莫惊莫怕莫怕莫惊 一时三刻万事顺平 故事的最后 马哥借助副哨身上的羊火 将地上的木人一把焚烧 这才彻底地消灭了妖魔 同时白云阵也终于太平武士 原厅病毒 老十元